Yo大家好,我是阿西 我们今天来玩一款太空割草类型的游戏 升空幸存者 就是打飞机游戏结合了一些look like的元素 我们来试试看吧 我也没试过 好像每一张地图都会有一些任务给你 什么收集零件啊 专载货物啊 我们来这个收集零件看看吧 这是我们的飞机 闪金猎人 飞船 好,进入游戏 我们的任务是收集零件 并且尽可能的摧毁敌人 如果武器过热会开始警报 哦,是一款主动射击的 武器会过热的 这边可以看到我们一边的射击呢 武器一直在加载那个热度 然后这边有个箭头 臭小子啊 是一些敌机 打掉之后呢会掉一些紫色的能量值 应该是可以给我们提供那些东西的吧 来吸收一下看看 应该是升级的 对,没错 我们可以给我们的主武器升级 或者提升我们的飞船 增加我们的主武器的伤害吧 就是伤害还行啊 哦,这箭头都是敌人 而我们的任务是装载量 我去找一下附近逛逛看 说不定有什么那个呢 哦,白色的箭头是不是好的 按旋服的箭是可以冲刺 哦,来这里 哦,在这边等一会就可以装货了 我们右上角呢是有一直在增加 但是我们要 这个射程有点短 我们要紧防敌人的进攻啊 好了,又升级了 然后增加一下武器的射速吧 不过武器过载还是挺那个的 过载那个射击下它好像就满了 我们增加一下生命直线 并且呢,我们是有护甲的 蓝色是我们护甲 被今天攻击到是优先减护甲 但是给一段时间这个护甲就会回上来 再增加一下我们武器的伤害吧 武器的这个过载呢 我们只要稍微控制一下 就不要一直射击好像也还好 就让它在那个低过载的时候射击 它是不会增加很快的 一边打一边吸收精炎 我们要逐渐的变强了 我们的任务呢 好像要在两分钟之内完成吗 这右上角 左上角是一个时间 好,又升级了 再增加一下伤害吧 我刚才我们注意 这子弹是不是变成两发了 之前只有一发子弹好像 没事,我们再去下一个货物店吧 这跟我们之前玩过的有一款 好像差不多 也是打飞机的 也是可以采矿的 好像都是这样子 并且这种打飞机类型的游戏 都是有一些电子月的 这个矿又采完了 不过也还不错了 这边有新的东西可以选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选择武器以及子弹 我想试一下这个穿透档 我觉得穿透档应该还不错吧 把敌人拉成一百 哦,4K穿过去了 厉害很多 这样子我们清怪效率就提升了一大截了 武器的冷却呢 也给它减少一下吧 来来来来 把它们拉成一条线 丑小子 好,一下就没了 这些小怪非常轻松 赶紧去吸一下经验 然后我们这个快百分百了吧 我们再去找个矿 就在这边吗 马上就要完成了 而且我们似乎也要增加一下射程 还有一些比较远的地方打不到 好的,已经完成了吗 这是什么 这是敌机吗 还是 这乌龟 它没扣血 它是 干嘛 好像是一些中立生物 它会攻击我 它有血在这下面 臭小子 打它 没了没了 我怎么一直在吊血 它又射出子弹来 看不太清 就是那个子弹 好家伙 差点没了 增加一下武器的射程吧 我们赶紧跑 有个追踪弹 一直在追着我们屁股后面 赶紧跑 赶紧跑 等这个护甲回上来先 我们现在接下来的目的是提交货物了 找那个船 船好像是绿色的箭头 按摄服的冲刺过去 赶紧跑吧 去完成任务 在这里吧 走喽 好的我们的任务算是完成了 我们可以离开 并且可以选择继续下去 我们可以离开此区看一下 走了走了 飞船开走了 我们就跟它走了是吧 获得了一些东西 一些零件 那有了零件之后 我们就好像是可以升级飞机这些了吧 要好多钱 2000多 互动什么引擎 以及采矿的专制 可以让我们采矿更快一点 这个是整体上的一个提升 并且我们还可以单独提升飞船 这个飞船要买吗 成本1万 我现在才300多 以及那一些额外的属性 每一艘飞船都有属于自己的属性可以升级 那也是还不错 内容也挺多的 并且地图也各种各样 有很多任务 那如果对打飞机感兴趣的同学 可以去试一下吧 那我们今天就简单做个试玩吧 这款游戏 好 那这里是阿西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